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再繼續我們今天的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打給王先生,27872998或者1834997都可以 王先生,等你說了這句話 每集都說一次 說什麼? 他英俊 我英俊已經說了例子,大家都認同 我們不要說,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我沒什麼精神 為什麼呢? 我差一點就會遲到 我自己也趕不遲 為什麼呢? 因為昨晚睡到半夜,雙手就躲 躲到自己動不了 動不了之後,做了睡覺 他不是的,他醒了 醒了之後,自己會不會又抽筋 為什麼會躲呢? 想起來年紀大 我的雙手就放順 想著拿高 可能血液不到,自己懶得 幫他把床鋪平 不可以 不可以之後 我想起床鋪平 坐著把床鋪平 坐著把床鋪平 想起床鋪平 血液到 都是不可以 終於搞了一整晚 沒有睡覺 變了今早 太陽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 先朝人兩下 對 睡覺之後就差一點 好在及時趕動 否則就錯過了這個時間 變了 也不要緊 你有三個 少了一個也不可以 不要緊 有些人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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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醫來說 是否血液不到 對 其實 首先我想回應王先生 我發覺我們每次 說什麼題目 王先生就有這個問題 決定我們下次 不如說說神規 廖鋪 不是 不單止說 收回診金 收回診金 我們這次說回 手臂這個問題 就是 很多人覺得是一種麻木 或者整隻手 沒有了感覺的一種 一種狀態 有些人 是否年紀大才有呢 也未必 其實有些年輕人 也會有 大家要聽著 要看大家做什麼工種 我也試過 例如有個老師 二十多歲 女性的老師 做了幾年 兩三年 二十多歲 就已經突然之間 手臂很厲害 同時也會有頸痛的狀況 即是說這種 臂的狀態 我們中醫有一個病名 給他 那個病名就叫做 臂症 臂症 即是跟手臂的臂一樣 都是病字邊加個 臂微的臂 其實在這個臂症的時候 我們中醫就是在說 身體某一些位置 可能是肌肉 筋骨 關節 出現一些痛 酸楚 或者是一些麻木的感覺 亦都可以因為病性不同 有些人會熱 有些人會腫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很痛 很厲害 很多種不同的狀態 但如果我們單純說 手臂這種狀態 可以有幾個原因導致 第一 當然是我們剛剛所說 中醫的臂症 我們先把它分為幾個類型 逐個去看 有些人手臂 還會加上一些關節上的問題 酸軟 對 可能比較酸軟 有些人會偏熱一點的 關節 可能甚至會有些腫的狀況 可能西醫 可能是說一些痛風的狀況 都會有這些狀況 這種我們喜歡叫熱鼻 有些人說 關節可能會比較重一點 醉一點的 這個我們叫著鼻 是一種濕比較重的狀況 有些人可能是不單止鼻 他可能痛得很厲害 某一些關節的位置 這些就叫做痛鼻 是一個以寒性為主的狀態 不過如果手麻木的狀況 不是很厲害 關節又沒什麼痛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考慮 好像我剛剛那個女的老師 可能是頸的問題 是的 因為我們在說鼻是什麼狀態 鼻的狀態 即麻木的狀態 就是一個氣到 但是血不到的狀態 中醫所說 氣是我們身體裡 周身都有的一種好的東西 如果它不動的話 人就死亡 所以一定要氣行 我形容氣 我這次問過中醫師 什麼叫氣 他說 等於你大便 你的腸要動 動的力其實就是氣 為什麼一些老人家 沒有氣去大便的廁所 就是因為沒有氣 所以他們是無法動的 是的 都可以這樣說 有些狀況確實是這樣 譬如我們說到 手臂的時候 一種氣到 血不到的狀況 所以你覺得 有些麻木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蟻爛 其實就是那些氣 正在過你的經絡 但是它帶不到血來 很大的感覺 對 好像被蟻爛走 是的 有時候寫東西 拿到桌子內的時候 手臂就好像你所說 是蟻 好像要走 走著 蟻爛走著 我小時候試過 很過癮 我自己就按著它 我不讓你走 不讓你走 誰知道他也要走 他還是繼續臂 因為真的有蟻爛 對 其實這個感覺 我自己有時候 手肘突然撞到牆 今天手是馬上被避 而且那種感覺是 有些 電了 是的 又好像抽筋 又不排 又躲著 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 是的 我們剛剛說到 氣到血不到 那些氣繼續走 好像蟻爛 但是血不到 一定是有些地方 不太通常 譬如我們剛剛說到 三種的病性 熱、寒、濕 或者有一些 還會走來走去 加上一些風性的狀態 這些當然按照 不同的狀態 我們來治療 但是更加都市人 常見多些 是一個頸的問題 譬如我那次 治療這個女性的教師 經常要站、要坐 姿勢不太對 可能會造成脊椎的問題 是 他經常除了手臂之外 頸都會常常痛 我那次怎樣治療呢? 沒有用過任何中藥的藥物 就用我們中醫推拿的手法 弄正他的脊骨 以及最主要是頸部位 幫他調正 這次的血就到了 那麼他的手 就即時 可能覺得通暢了 沒有那麼疲 那麼問題就好 所以這個手臂 不是單純 我們看到 一定是身體內在 有些問題 可能根本就是 一些筋骨、關節 排不正 導致氣到了 但血不到的狀況 就會經常覺得手臂 有些人可能一早起床 有些人可能真的紮到避了 我也試過 但有些人真的長期 試過無論是否紮到 十隻手指都會避 有些人可能 只是幾隻手指才避 或者只是手指尾避 就是我們 如果西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就是每一節的頸椎 上面都會有不同的神經分佈 這些神經分佈 就經過我們某一隻手指 紮到哪一處 哪一處就避 我知道 講了那麼久 其實神經綫是從哪裏走的呢 神經綫走的 就應該是脊柱走出來 就是一個大洞脈 好似簡單 如果九龍就是尼敦堂 那是大路來的 如果尼敦堂塞車 到處都要塞 對嗎 最重要來說 如果那裏的脊柱 每一節 那裏有多少個脊柱 好像有二十多粒 如果只說頸部 其實有七粒 有七粒 如果整條呢 整條的話 就有很多粒 如果一粒 或者第幾粒 出現問題的時候 當然 當然我去做個拜坑 就知道哪一粒 就牽線到神經綫 血液的供應 因為那裏 就不是一個肚腩走的血液 神經綫 不是全部在後面 好像一些鍵包一樣 紮起來 紮起來了一大袖 走到不同的位置 分派出來 變成手指尾 或者手指尾 或者肩 或者肩 都是那個地方出現問題 所以來說 我覺得每個人的 站姿、瑞姿、站姿、站姿 各方面 走路都要挺起床 我記得前幾集 那時候 那時候有個很出名的藝人 鄧剛榮 站在那裏很直的 他這問題應該是很通順的 沒有這問題 我們很多朋友上來 例如脫頭髮來說 這件事跟我們很有關係 為甚麼呢? 如果他的血液去不到位置 即是供應不到毛狼 頭皮的毛狼 供應不到的話 就當他出現問題 出現問題 如何詳細呢? Lily就會很詳細告訴你 當你那個地方有甚麼問題 出現甚麼症状 大家都會關心到這個問題 變成你不要想著脫頭髮 單純是某種原因 例如營養不夠營養 我經常都說 誰不夠營養 只是過肥 每個人都瘦 我想很難選到幾個 例如男士追求瘦的女士 我想他找得很辛苦都找不到 但通街都是肥的 會不會不夠營養 令到他沒有頭髮呢? 其實來說就是塞車 為甚麼呢? 這年很詳細告訴大家 為甚麼令到這個地方 頭髮供應不到營養 是令到他 供應不到營養之後 就沒有營養 人的沒有營養 都會衰退或看藥 從頭髮來講 出現慢慢的頭髮 即是枯黃 沒有力 還有生得慢 慢慢的就脫掉頭髮 脫掉頭髮之後更加難生 慢慢就變成禿透了 剛才開節目之前 我才跟你們說 其實我想說姿勢的東西 其實現代人是現代病來的 因為看電話一定是 但另一件事 你有沒有發覺看雨場片呢? 那些男士呢 挺直胸膀 腰直不塌 女兒呢 有很多穿旗袍 旗袍很嚇人的 你的汗背你穿不到的 究竟是不是呢? 還有頭髮跟你的姿勢的關係在哪裡呢? 絕對回來 再繼續我們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打給黃先生 記住了 27872998 你現在立即打來 黃先生會親自聽大家的電話 待會再見 我們講一下姿勢 鼻 其實真的很大影響 我覺得姿勢要好 姿勢用頭髮 就在黃先生說了一點點 有時頭髮長得不好 原來跟姿勢有關 是不是呢? 這個肯定是有關係的 其實 在我們生法來說的話 頭髮呢 如果是很輕易的脫掉了 無非我們說的缺血和缺氧 都是它在講一個 我們說的經絡方面 就是我們說的 一個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坐姿勢來說的話 你全身的生肝脾肺腎 我們是必須五行的 平均的運作 你才可以令到 你的陽經 他的流暢度 和他的速度 才可以把血供應過去 其實脫頭髮來說 和經絡絕對是有90%的關係 如果你的坐姿和睡姿 就是由於工作的關係 很簡單的事情 如果是開車的人 很容易 肚子很大肥半 這個肯定是 他坐著在那裡 好嗎? 比如說 我們說 在地盤上座的人 肯定是有肌肉的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的 因為沒有一個關係 對頭髮來說 為什麼頭髮是頭頂脫起來呢? 而不是在後面脫起來呢? 為什麼頭頂的頭髮 肯定是生得不夠強壯 不夠靚呢? 都是表示什麼呢? 表示了血去不到那個位置 其實是我們這一行 和蔡醫師的分別 我們說的大同就是小異 大同的話 我們都是屬於經樂裡面的一種 小異的話 我們是比較細緻一點 我們在管的是什麼呢? 是頭皮和毛孔 這一種我們歸來於叫什麼呢? 我們會叫什麼呢? 就是營養性的 或者大遺傳性的 一些脫化的徵象 什麼叫營養性呢? 就是吸收不到 就像香港的兒童 和非洲的兒童一樣的 營養不良 其實呢 營養性的脫化來說的話 在我們這一行來說 如果我們整個頭 是健康指數來說的話 我們有百分之 叫什麼呢? 80%至90%以上 是在生長期範圍之內的 另外那些呢 就是我們說的 20%呢 是我們說的 優質的脫落期 其實很容易看到這個形象的 譬如我看到有些人 就是女士 難事就很難辯論的 女士來說的話 我看到她 在一個氣神頭頭髮 她頭頂沒有氣縮 但是我看到她頭頂呢 就是頭髮有很多碎髮 譬如她長頭髮 譬如她有半斜的位置 那應該頭髮呢 在生長期的話 她應該是我們 齊齊齊齊到這個位置的 而不是整個頭 是很多的 撐起來的碎碎的頭髮 這一個呢 是表示什麼呢 都表示出現了 吸收方面的 即是毛魚頭 出現了一些的問題 那第二個情況呢 是表示什麼呢 她的頭髮呢 是軟的 她不是天生軟的那一隻 你會發覺她的頭髮呢 是會有一些的 註現的軟 這些的都是 一種叫什麼呢 我認為是缺乏呢 就是營養的一種 無論是缺乏水分也好 千塊也好 因為蛋白質 都是表示什麼呢 頭髮的營養 是來自什麼呢 來自髮根 來自頭皮 吸收 才可以呢 令到她成長 好像一棵樹一樣 好像樹呢 它都是吸收 是根部吸收營養 那營養性的脫髮呢 其實呢 大家不用擔心自己 一些的營養不夠 其實這個呢 大家要很正視的 就是明白這個道理 就是表示什麼呢 由於你 一些的 就是我們說的 生活的那個影響 或者我們說的水肢 或者我們說的眼壓過高 或者是雙頸啊 都會令到什麼呢 令到一些的經絡呢 如果是不通常之餘呢 在到中書神經前的位置呢 你都會叫做緩慢 但是呢 緩慢得來呢 我們是不止是禿 它只不過會叫什麼呢 會生長得不健康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的頭髮脫掉了 它會再生回來的嘛 那麼 有一些的頭髮呢 可以令到是很短的時間 是頭肉禿而不再生回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結合什麼呢 要結合它的分泌了 如果它的有脂分泌呢 是塞住了毛囊一樣 就像我們的鼻膝一樣的 其實呢 這個人呢 是很辛苦 但是呢 毛囊也是一樣的 用著黃先生形容的 塞車的道理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都朝著一個方向去走的話呢 是很通常的 就算多少車都會移動的 但是如果呢 出現了呢 一架車 繞了的話呢 後面呢 就會呢 左塞住 是表示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的氣到不到的話呢 也都是血到不到 這個是一個分泌 那再說回呢 我們有一個頭皮的問題了 我們頭皮呢 是叫什麼呢 我們呢 是新陳代謝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有皮下層呢 那一層的細胞呢 它會呢 一層一層呢 往上走 走到最頂那層呢 它就會摸到 下面又生回來啦 那假設你常常去做一些的 我們說的眼頭髮呢 或者電頭髮呢 令到頭皮的新陳代謝呢 是慢了的話呢 你都會造成什麼呢 造成呢 我們說的 汗腺分泌 在頭皮呢 疏洩不到出去的那種的熱度啦 還有呢 一些的油脂 令到呢 我們說的 汗腺分泌和油脂分泌 產生一些的 我們說的 自身的發酷性的反應 它會留下呢 我們說的 多餘的一些的水分啦 是 在這個時候呢 頭髮呢 割收了這件事的話呢 它又會造成什麼呢 我們說的 營養不良喔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好像杯麵一樣 擺了一星期 是叫你吃 是發酵的 沒有了美味 即是沒有了營養的 頭髮是割收的話 都是一種的 是說的不健康的 嗯 還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直至是關乎我們說的經驗方面的 即是血液循環不好的 血液循環不好的 譬如有些人呢 即是我們說的 它是壓力大的 它很容易緊張的 在這個時候呢 它的經驗呢 是會 即是我們說的負荷會過重的 它會出現一些 我們說的 一些平凡的現象的話呢 一緊張 即是我們說的血管 它就會收窄 是 它就會懷得緊 在這個流通量來說的話 它公然的頭髮呢 是不足的情況之下呢 也都會產生我們說的 頭髮呢 是進入我們說的 大部分的衰退的情況 所以呢 我們看頭髮來說的話呢 即是特別是女士 我自己做這行 我在街上呢 我看頭髮 我就可以知道 它是出現什麼問題 缺乏什麼問題 那譬如呢 大家呢 如果是發覺自己的頭髮呢 是 即是很多呢 就是斷頭髮啦 或者是碎頭髮呢 就要留意一下這個情況啦 或者你發覺自己的頭髮呢 是水分不夠啦 乾負啦 或者是一些的 我們說的頭髮呢 一定是生得很慢的情況之下呢 是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的頭髮的那個生長期的 整頭的百分比呢 是越來越少 當你越來越少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我們說的生得多 即是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脫得多 生得慢 而且生得不健康 這樣呢 你的下那個呢 形象呢 就會開始受損的了 我想問一下 剛才那些驚惑的問題 你說 就是 噴個頸嘛 是 噴多少次才可以的 哈哈 你知道這些人呢 通常快點 是 其實呢 為什麼在坊間呢 會常常覺得是 噴骨啊 噴頸啊 噴腰啊 噴背脊啊 那樣 就是為什麼會叫做噴呢 就是通常呢 那些中醫師呢 在推拿手法上面 幫他整隻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噴噴聲 一個伏位的時候的聲音 那樣 大家覺得啊 有些人呢 就受不住的 可能太大力的話 有些人就覺得 噴噴聲很爽啊 但是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澄清一下 其實呢 如果我們醫師呢 有時候追求的東西 不一定要有聲的 有些病人 我幫他做的時候 醫師你幫我做沒有聲哦 是不是沒有效啊 還是我沒有 還是我拍不到啊 其實不是 有時候呢 在我手下呢 即我手舉手感 已經感覺到 他回到位了 不過他不一定 需要噴一聲這樣 噴到你也聽到 其實他已經回到位了 其實就不一定的 但是那個噴骨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多少次才好呢 其實真是因人而異的 嗯 有些人呢 確實 即如果那個人脊椎 頸椎 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頸椎 為何會不正呢 通常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呢 就是他可能本身的坐姿不好 我們剛剛說了 第二呢 就是他兩邊的肌肉 不是很平衡 即有些人呢 他可能是很喜歡背包的 那麼右邊肩頸呢 可能會發覺有些問題 或者左邊有些問題 那麼一邊鬆 一邊緊啦 緊那邊便會扯了 鬆那邊過去咯 那麼脊椎便便歪來歪斜 通常是由於一些肌肉 跟腱的拉扯造成的 那麼要做多少次呢 通常就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我想可能一兩次 或者即刻便已經康復了 即手臂的狀況 如果說的 那麼有些真的嚴重一些 即長期性的 可能需要配合針灸 以及一些中藥的幫助 我們才能夠把這個痛 痰痰的狀況 徹底去解決它 那麼我們今天呢 不如我們做一個小的 教大家一個小的動作 即怎樣找到一個好的座姿 其實很重要 即我們中國文化 其實以前我們打扮的 那些老師真的拿把尺 在你的腰上 背脊上 令到你的姿勢更好 其實最簡單的事情 家庭觀眾可以一起做的 就是舉高一隻手 指向天 即十指都指向天 一路坐著一路指 不是 只是指一下而已 你指向天 那你發覺整個人 好像拉正了 有個感覺 那你手下回來的時候 你不要讓那個身 即背脊的位置放鬆 即手慢慢放下 你發現現在的身的位置 就是你最常見的位置 即很多病人 我叫他做完這個之後 這個是你最正的位置 他說醫生不行 我維持不住 他會覺得很辛苦很酸 那初期你要調整肌肉和關節 那當然會有點酸 就好像你 啟泰你經常做健身 你都會累 有時候做完 其實就是一個 建立肌肉的力度 或者建立肌肉的 能夠保持脊椎的力度 的一個狀態 只要你能夠堅持一個 好的姿勢 好的心態 再加上 我們對整個身體 五臟六腐的保護 飲食 情緒 那你一定會沒有問題 其實那個坐姿 我要形容的 黃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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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飛鴻一定是跳 很棒 以前的人就是坐得正 尤其是武術中師 對 無論如何 我們時間有限 其實還有很多題目 可以深入跟大家說 下星期一 打給黃先生 27872998 27872998 或者1834997 都可以 會有十位聽眾 只要你跟黃先生 分享你頭髮、頭皮的問題 就會有機會 得到發在生 送給大家一次免費的頭皮檢測 檢測完之後 詳細告訴你 你的問題在哪裡 以及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可以讓你選擇 之後 我們會有一次 暫身的蛋白營養、納米、能量、健發、體驗、療程 免費 給大家試做一次 名額有限 希望你都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各位 拜拜